大家好啊 现在呢就是2023年的10月29号早上的5点钟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去爬这个Bukit Panorama 我们爬上去做什么呢 去看日出 那好现在呢我们就出发吧 现在呢就是早上的5点26分 我们原来是准备5点15分出发的 但是呢就发生了一点情况 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天开始稀稀拉拉的下起雨来了 那现在的雨呢就不是很大 其实很小而已 但是之后会不会变大呢 我们就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的决定呢就是 我们还会继续去爬这个Bukit Panorama 假如雨是大了 我们才下来 现在呢是5点42分 我们的司机呢现在就终于来了 就在我们去这个Bukit Panorama登山的起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后面的就是我们的这辆车 现在呢就是5点49分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个Bukit Panorama登山进的路口了 这个Bukit Panorama我现在呢才知道它的中文名呢就是叫做灵明山 所以今天我们所爬的这个山呢就是灵明山 我们要爬灵明山看日出 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好我们的头灯 还有登山上就准备开始登山 就准备开始登山 这里的这个登山进的情况 它这里旁边两边呢其实是有那个扶手的 那大家就可以扶一下 周围现在呢就是还是一片黑暗 只有我们这一群早起的登山客 现在呢是6点39分 我们还没有爬到山顶 因为这一个登山之旅呢就没有当地的地道 所以我们的领队呢就当前头 我就帮他做电后 做最后一个 现在在这里呢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前面那个月亮呢非常大 就悬在那个群山之上 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景色 那现在呢我就 拉近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呢好像大家就可以看到到 那个大大的月亮挂在群山之上 云海之上 这个景色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呢就还有一段 距离才会到达山顶 但是现在呢这个天色已经亮起来了 这里的日出呢预期是6点52分 但是我看到这个天啊都已经变蓝了 等一下上到山顶我估计往下看 看那个云海应该会是非常的漂亮 57分我们上来稍微有点晚了 但是还可以看到这个日出的一点尾巴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一片金光闪闪 下面呢云雾缭绕 在群山之中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象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这个003的山顶上了 大家就静静的欣赏这幅美景吧 那我现在呢就一位团友介绍我来这里看 那在这个角度看出去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太阳 还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大片云海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遮挡 所以这个角度啊的风景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来灵明山看日出的话呢 就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我在下一段 那就会跟大家讲在哪里 那我后面这里呢有一个像旗杆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地人呢 来这个灵明山登顶之后呢 一定会爬在这个上面去拍照的地方 那在这个亭子跟这个旗杆的旁边呢 就有一条小路 就会下到我刚才拍那个非常漂亮的日出的地方 那这个呢就是那个小亭子 从这个小亭子过来呢 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条没有任何标志的路 再从这里下去呢 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我拍那个美照的地方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假如我走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一片的云海 大大的太阳 是一个拍日出的好地方 那好今天呢我就成功的登上了 马来西亚彭亨州的灵明山 看到了在灵明山的日出以及云海 那这个任务呢就非常的成功 谢谢大家 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假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就请为我的视频点赞订阅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那今天早上我们爬山的时候呢 天还是黑的 所以看不到我们爬的山路 现在我下山的时候呢 天亮了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登山的这一段路 这一段路啊其实是非常陡的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吗 而且周围现在是云雾缭绕 所以就比较潮湿 那些台阶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滑一些 的